深夜巷弄内 一名妇人走在路上 却突然弯腰 捡起掉落在地的物品 不过这竟然是一把瓦斯枪 掉落的就是这把瓦斯枪 当时就掉落在巷弄内 机车旁边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中和区 这名曾姓妇人 经过新南路二段附近 发现这把掉落的瓦斯枪 生怕会发生危险 因此他也紧急报案 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是一名37岁的 简姓男子所有 当时他和别人 到生存游戏店买枪支 途中发生口角 更演变成肢体冲突扭打 枪支才会不小心掉出 全查扣瓦斯枪一把 警方讯后将泄信男子 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以请新北地方法院检疫庭 裁罚新台币5000元 登轩在新北报导